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举行大发工 经过艰苦的留学斗争 终于获得了胜利 为纪念这次工人运动 1889年7月14日 由各国马克思主义者 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 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 大会上 与会代表一致同意 把5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界级的共同节日 亲中国成立后 我国于1949年12月 将5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 近年来 劳动光荣的价值观深受挑战 一些人变得浮躁 总想着一夜暴富 劳动创造了世界 劳动创造了人类 劳动创造了财富 劳动精神应该成为我们时代的宝贵财富 更应该成为激励各族人民应对机遇和挑战 勇往之前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 人活着不能守株待处 而要奋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